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甜甜 我们来讲洋宅 最近吵得很凶的是 台北的社会宅 说是社会宅嘛 但是鬼松松啊 月租竟然要四万多 四万多还算社会宅吗 这不是新闻 这是台北市政府的脑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你还记得吗 前两年有一件事情叫美和市 美和市当时也是因为皮数很大 租了个三万二 被人家骂到臭头 奇怪 你学不会 再骂一次 一二三四 再骂一次 来 明伦 我们往下来看明伦 我们来看一下明伦社会住宅 我这几件事要说一下 你看我们就不要看小的 我们看大的 我们社会住宅 他一定有一定的标准 才能去住嘛 来 我们待会来讲 你一定要妻离止散 没有啦 没有那么惨 就是说你现在收入放宽了 就是说你的收入在 其实现在放得很宽 年收入一百多万 你都还可以租社会宅 其实话说回来 你一百多万在台北市能干嘛 但是也不能这样讲 四十四万块 老实讲 其实大家就在讲 四十四平 四十四平四万块 四万块一个月 你可以付房贷啊 对不对 所以这边给大家做一个试算 如果说我们拿四万块来还原 还原的话 贷款八成利率1.5 限期是1.3多嘛 三十年无宽限期 算下来是多少 观众朋友看一下 四万一千四百多块 如果说用一千两百万 反算的话 你大概可以买一千五百万的房子 一千五百万在台北 能够买多少 当然蛋黄区也没什么好想的 大概蛋白区中午OK的啊 OK的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有两件事情要稍微说一下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是 因为政府说 我们要照顾弱势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租金呢 是市场的七折到八五折 好那我问一下 这是市场的八五折吗 它的位置在哪里 圆山站还不错 旁边是花博公园 很厉害的地方 那圆山站那里 四十四平的房子 大概房租是多少呢 八百到一千 所以它打了八五折 大概是八百五十块 八百块左右 那它确实有打折了 对问题是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它是照市场行情走 如果市场的租金涨 它要不要涨 诶 诶 这就学问了吧 对不对 因为你跟市场行情联动 如果市场租金涨 你这个保障弱势的社会主宅 你要不要涨 诶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觉得 真的不知道该才讲什么 你刚刚这四四平你知道吗 它含公社 所以其实也不大 所以我要讲什么意思 政府不一天再讲 专家学的食品制 对不对 你这玩意儿 你能不能就用食品制来收啊 你今天还有这些公社 你是要跟老百姓做生意 还是怎么样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 就是既然政府希望推动食品制 自己先以身作则嘛 是吧 起码你租的 起码你身为住宅 你先做食品制给我们看看 是 所以这不是英文 这是台北市政府的脑袋 活该你被骂 再骂一次 但我们就讲好 好来 所以在利率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有能力一个月去付 4.05万 4万0500 对 你如果有能力付4万0500的房租 你为什么不买房子呢 所以我刚刚讲 天龙国大概还比较辛苦 新北市的话 大概蛋白区都OK 但我今天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神的故乡 神的故乡 来 我跟你讲 神的故乡在哪里 你看 这个台商回来就不用讲 你看 回来15% 因为据说台商回来1.1兆 所以台南就吸掉15% 厉害 台积电我想各位专家 都已经讲过很多了 护国神山 好不好 这个 这个Google 有没有 你每天一定要刷的 Google 有一个更厉害是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这是国际观光旅游的台积电 他去台南 国际观光旅游的台积电 这叫做月融庄 Beyond Tree Beyond Tree 厉害在哪里呢 他其实现在目前 在中国大陆 在亚洲 在世界各地都有 他现在目前一共有27个点 中国大陆有19个点 然后未来两三年之内 要开发的点 将近60个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很厉害的普吉岛 月融庄 普吉岛有个最有名的 就是叫做SPA 月融庄 你一般SPA 马路上也在SPA LAPACO买SPA 对不起 Beyond Tree的SPA 就是世界的Top级 这个以前是一片荒地 搞出来一个 这么漂亮的月融庄 而且对不起 旁边的饭店 可能一个Nine 五六千 它就是一万五 高档 非常非常高档 那我们看一下 中国大陆的部分 它在中国大陆 很厉害的点 什么杭州 杭州 西安 杨朔 什么丽江 黄山 九寨沟 你听都是很厉害的点吧 这个叫做西安 西安是什么 以前叫长安 长安是唐朝的古都 它规划的 而且它都符合 当地的建筑形态 唐朝 大唐盛世 这是月融庄在当地的 了不起 而且对不起 你定位定还定不到 而且它比人家 旁边的饭店 就是贵两倍到三倍 这个好像是要穿着 古装进去住 对对对 而且重点是 你看刚刚有水 什么感觉啊 长安以前有一个人 叫杨贵妃 他就把华清池的源头 拉出来给你泡温泉 有没有感觉 有感觉 他有感觉 好 他来台湾了 而且第一个点 选在台南 先讲台南市 唯一一个有市区海景的城市 台北松 你看到河景 就水岸豪宅第一排 就跪到翻掉 就已经了不了 海景 躺在客厅看海 有没有感觉 没感受过 第二个 安平什么 安平西照是台湾八景 那是很了不起的点 台湾八景之一 安平又有很丰富的 所以这个画面是 台南 你以为在哪里 所以这很难想象的一个地方 台南其实非常非常非常 有这种地方 其实这不是让你什么网红打卡而已 台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台南还有一些很丰富的人文资源 我们讲 安平追想起 你听过没有 你唱一段来听听看 一时好人的尊一 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 古早的时候有 所以安平港是一个非常有丰富的人文内涵的一个地方 我第一次听你唱歌 好 所以我们回来讲讲 安平有这个市区海景 有台湾八景 又有这些东西 月融庄跟谁 但是我是要买来住的 我不是买来观光的 所以你在乎在乎增值 在乎对不对 来我们讲 这个地方叫做国际观光码头 这个什么概念 月融庄跟台湾的雅果饭店旅游集团 游艇集团合作 你知道游艇是什么人玩的 你买部车 台北买个停车位 啥巴巴巴巴 买一个停车位300万 游艇码头租一个位置 停船的一个月300万 那就不是一般富豪了 那是已经到玉山顶上那些 金字塔顶楼夹盖 避雷针上面那个灯 那群人 好不好 未来在这个地方 如果要搞一个 我请问你旁边会不会争执 以后就叫富人湾嘛 因为你想想 你停了一个大游艇在那边 你要不要吃 要不要玩 要不要买 所以以后像这种购物商场 饭店 顶级的部分 绝对可以拉抬起来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 这就是台南的市政新湾区 可以看海的地方 好市政新湾区 到底长什么模样 我们现在带您去看看 幽然 宁静 台南府城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 从安平古堡再到一载京城 这些古建物仿佛是时光走廊一般 让人回到过去 不过当我们穿过树林 映入眼帘的是湛蓝的海岸线 渔光岛沙滩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美丽风光 渔光岛被公认是市区空气品质最好的海滨森林 不管是踏浪吹海风都是非常惬意的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特殊造型的消波堤 吸引游客来拍照打卡 还被誉为是海中的美丽音符 渔光岛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是低度开发的 周边又有安平港 安平港虽然现在台是以货运为主 但是我们将来希望能强化它的观光功能 我相信安平有这么多 好吃好玩又可以好漂亮的景点 我觉得其实将来它的一个发展是 非常可以令人期待 想要在台南拥有这样的休闲慢生活 其实有一个建案是绝对不容错过的 我们从渔光岛大概开圈三分钟的时间 就能抵达新浮发爱琴海 拥入这里可以让你轻轻松松的 取得海景公园宅 哈啰 江婷 欢迎渔达 不得不说爱琴海真的蛮让我心动的 因为我们刚从海边回来 渔光岛的那个海滩 景致很漂亮 那加上说刚安平区 旅游股 旅游美食 所以这整个 我觉得生活环境非常的棒 对 但你们这个爱琴海的模型也太大了吧 没错 但是也没有特别大 因为它台南是最高的一个住宅大门 它总流高有34楼 对 那我们这边还结合 所谓SRC加RC的一个双结构的一个系统 那这边总户数大概多少 我们用总户数的话大概795户 那目前已经销售破600户了 这样听起来已经卖7成了耶 差不多 没错 那你们这边的客群是 什么人来买啊 以客群来说的话 我们大概有一半会有安平区或是中西区 我们原本台南市的一些客群 那还有一半呢 是我们所谓外地的客群 譬如说我们可能趟台北或台中或是高雄 那其实蛮大部分会有一个所谓像 族科或是中科 他们可能外派人来南科这边 然后来这边做一个居住的选择 可是据我了解 南科离这边 并不是很近喔 开车要40分钟 他们怎么会想要买这边 那像我们消通部分的话 我们还有所谓 未来还有一个北外航道路计划 那从我们安平到我们南科 大概只要15到20分钟左右 其实是相当的方便的 其实随着台积电加速投资之下 南科正在快速崛起 今年的就业人口将突破8万人 预计两年后将会有8.4万人在这里上班 加上北外环快速道路的加持 是有越来越多的南科上班族 选择到新复发爱琴海质产喔 佳达我们这边请 这边是我们一个四房的一个格局 那这边大概是46屏左右 哇这边其实蛮开阔的 因为从我从玄关走进来 就是一个客厅 没错 然后又有一个饭厅 它是一个开放式空间 然后窗外一看 是海景耶 超夸张的 这是我们四房46屏 那真的又打很不好意思 这个房型全部都卖完了 卖完了 超级抢手 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推荐给你 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是两房的一个格局 平座的话大概落在24到25屏 那其实大家买房子的时候 也蛮在意公社 那爱琴海这边的公社比大概多少 公社比的话大概落在30.8% 那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所谓的 独立式的公社会馆 那这样的一个千屏会馆来讲 我们里面可以从我们的大厅 到我们所谓的lunch bar 然后到我们所谓的一个 KTV还有电影院 那甚至到我们的二楼部分 还有我们所谓的 你可以一边享受 你可能有海景的部分 也可以享受我们的公园景观 因为在我们自家前面 就有个3700亿品的一个绿地 不管是你今天是要看海景也好 或是看公园景也好 就是我们每一户的窗户 打开来都是有景观条件的 除了海之外 附近还有一个游艇城 没错 就在我们的正旁边这边 这游艇城不单单是只有说 玩船这件事情而已 它未来还有打造像美食街 还有像shopping mall 还有购物中心的部分 那刚好爱琴海这个位置呢 在国品重画区 那大家听到重画区 它的刻板印象就是说 这边可能生活技能开发 还没有那么完全 如果说我要买所谓的生活用品 它方便吗 其实相当的便利 因为其实我们在 安平这个区块来讲 我们有一间 全台南唯一一间 24小时的家乐服 所以不管你半夜 可能需要肚子饿 或是半夜可能 一时想买个什么东西 其实你都有地方 可以去购物 那再来是我们这边 还宁静的所谓的 我们星光三月星天地 那这个百货公司 是整个台南市 营收最高的一个百货公司 这样听下来 安平区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方便 因为它跟住在中西区差不多 这听起来它是一个双淡房区 那如果说 现在我想要住在爱琴海 我需要准备多少预算 这个就是大家会 常常会问到一个重点 是吧 是money的问题 没错 没错 但其实我们这边 订金到家屋只要28万起 28万 是不是你只要省一个名牌包 或是所谓一个名表 你就可以买到 这样子的一个房子 也在市中心 享受到这么多的一个生活份 跟生活机能的地方 因为我们其实想主打的是 一个低支配 低总价 然后低月付的一个 让3D这样的条件 不管是年轻的人 或是所有人都可以轻松 购得我们的爱琴海 整体来说呢 新复发爱琴海 它是拥有一个海景公园 第一排的景观宅 那光是这一点就完胜了 因为你在台南的其他区域 是看不到这么好的view的 重点是呢 我们可以用首购的价格 买到耗债规格 先赚生活 再赚增值 让你越住越乐活 好 这是一个新的市政规划区 来 我们先把台南感觉一下 台南有没有捷运 有 未来有一个捷运 台南有一个捷运 你开什么玩笑 这张图多漂亮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捷运图像什么 观众朋友稍微感觉一下 像不像一只凤凰 这是凤凰的头 凤凰的两个翅膀 凤凰的尾巴 人文蕙翠之地 凤凰将至 这个叫做安平区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安平区它是跟本岛 没有连在一起的 你看它是台南运河 切出来的 世界上有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叫做曼哈腾 一模一样 知道吗 很特别的 它都是要靠到连通的 这样进来 所以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 交淘牌 那是另外一个东西 OK 好 市政中心在这边 市议会在这边 你觉得像不像新计划区 就是这个概念了 然后呢 科学人区 高速公路 然后火车厂 清英酒店 有名的 星光三越 这都不用了 奇美博物馆 航空载 所以这个台南的 基本的交通动线 都没有问题 Costco根本不用说了 这整个的生活机能 在这一条 主要动线叫永华路 好 我们讲重点在这边 安平国际商港 72公顷 三个大安森林公园 那么大 未来的部分 它有贸易 自由贸易港区 还有一个观光游艇码头 就我刚看到那个低 这个才是最厉害的地方 对 好 过去台南人 比较薄修 比较低调 所以买房子都是买住宅 透天的 对不对 对对对对 现在这几年不一样了 其实如果说把这个地方 当成观光休闲度假宅 有没有漂亮 很漂亮 我们刚刚讲1500万 一拨就好 以前台南人就喜欢一个住宅 方便就好 但是真的 如果你有这种景观 刚刚讲 安平西照 台湾八大景 如果这边有个 景观高楼 漂亮 躺在自己家客厅 看海 还是要来谈一下房价 那现在房价到底是 其实涨得很可怕 我们前几期 那你现在这样追高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前几期是不是讲过 台南的整体的房价 是不是快破表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看中介公司 做的一个平均调查 台南平均价 这是18年的时候 17万多 OK 今年第一季到21万多 好像没什么感觉 23% 23% 什么概念 23% 你看看其他六度 比喻看 那这应该是 中古屋的平均房价 中古屋嘛 所以说大概它的 它在乘以1.5 大概就是所谓 新的预售屋或什么 那我们刚刚讲的概念 就是说 过去这些大豪宅 如果现在你是张度假休闲宅 不要大 为什么 你太大的时候 你变少的变少 所以如果有饭店式的管理 你回家向度假 才有那个feu 所以大概总价 大概七八百万 我告诉你台北人都会下去 比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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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小时候 但是它在买 比较老师 里面